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師傅今天要做的是 親子拌這一個番茄黃瓜 那我先來做菜 然後再來跟大家解釋一些番茄的相關商品 番茄因為需要油 所以我們油量稍微多一點點 然後我先把這個雞腿肉 我先把它放進來 我們熱鍋熱油 然後現在要直接先煎一點雞腿肉 然後師傅今天準備的番茄 看起來是牛番茄切塊切冰 對 因為現在來講 現在就是牛番茄 因為一年四季都有 而且它比較討喜 就是牛番茄再怎麼煮 它還是驗紅色的 那一般我們能引起食慾的最重要兩個顏色 一個是紅色 一個是黃色 所以比較能夠引起食慾的東西 好 那我雞肉稍微簡單的爆香一下 然後我就放上洋蔥 好 洋蔥放進來 拌炒這個雞肉跟洋蔥 然後接下來就是因為番茄一定要有油來炒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新鮮的 這是新鮮的牛番茄 新鮮牛番茄 我們新鮮牛番茄把它放進來 新鮮牛番茄 一樣拌炒一下 然後加上木耳 然後因為番茄跟洋蔥它會生水 對 所以呢 我們就暫時先用小火 先這樣慢慢去燜它 先用這個小火慢慢去燜它 然後加一點點的水就好了 不用太多 一點點的水就可以 加一點點的水 然後慢慢去燜它 好 少量的水就好了 對 然後我們先把鍋蓋先把它蓋起來 先把它蓋起來 先把它蓋起來去慢慢去燜它 那這時候我來幫各位介紹番茄 像一般我們在市面上能夠買得到的 大概就是前面這一些 那這個是有一點綠綠的 皮比較粗的 這個就是最傳統最古老的人家說 草皮 就是我們所謂的黑式番茄 那黑式番茄它的皮比較粗 但是它的果肉呢 番茄味比較重 酸味比較重 甜味沒有那麼重 所以到南部會去沾那個薑醬油 還有那種醬油 然後再來就是牛番茄 牛番茄現在大家都很習慣用 就到處都有 那就是大小顆的區隔 然後這個聖女番茄 聖女番茄 你會發現聖女番茄在季節的時候 五合一百塊 有一合三百多塊的 它決定是什麼 決定在皮薄跟厚跟它的甜度 好的一合三百多塊 它甜度都超過十五 對 甜度超過十五 那這個呢 它又是一個 你說玉女番茄也是啦 也有人講什麼甜甜蜜蜜 反正就是類似於這種番茄的品種 因為番茄品種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除了這個新鮮番茄以外 那我們在超市或者是在那個賣場裡面 常會發現相關的番茄商品非常多 尤其是那個什麼賣義大利麵的專櫃 那個番茄的醬汁 各式各樣的醬汁 那我先來跟大家講 這個長形番茄 其實最近台灣也有 這個英文叫做聖馬扎諾 就是聖馬扎諾番茄 義大利品種長形番茄 台灣最近有試種成功 但是非常的貴 四顆要250塊以上 很貴 但是它的口味呢 大概就是酸味 番茄味甜味都種 果肉厚紙少皮薄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切丁番茄 那切丁番茄一般來講就是 這個經常做紅醬的基底 對都會有切丁番茄 那像這些是切丁番茄 那最重要 其他都差不多都番茄的商品 最重要最重要就介紹各位這個 剛好這是玻璃罐 我唯一買到一個玻璃罐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tomato paste paste我們翻譯成中文就是 番茄糊 我們現在所有的番茄相關商品 都是它調出來的 ok 這一瓶 是它調出來的 然後這一瓶 果汁 是它調出來的 就這個比較原味 然後這個可能酸甜的風味 那後面再去加醋加糖 再加什麼西式 然後呢 我們現在所有的番茄 對不對 你打開 我現在打開一瓶 等一下我也可以一起做 我就用這個 Smasano這個 我們現在打開它 對 它上面除了番茄粒以外 這一罐是有番茄粒的 有的是通通都是醬的 沒有番茄粒 對 你看它整粒番茄 有沒有對不對 對 它整粒番茄 這個就是Smasano的那個番茄 整粒的 然後旁邊那個糊 有沒有 它旁邊不是有糊嗎 也是它調出來的 那我們這種整粒番茄 我也可以入菜 像剛剛我是新鮮番茄對不對 我現在整粒番茄 也是整個倒進來 然後呢 因為它怎麼樣 它有經過高溫 再去殺菌過 滅菌過 所以其實這個番茄的果肉很軟 所以你不用切 你這樣子 它就切好了 它就切好了 所以整粒番茄很好用 好 那我們整粒番茄 這樣放進來以後 然後稍微再給它煮一下 以前的番茄 有罐頭味的時候 就是那個麻口鐵味 你就是要煮超過十分鐘 那味道就不會有 那現在的罐頭番茄 沒關係 兩分鐘煮一下 熱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先調味 這個調味就非常簡單 還有記得 你如果有用到罐頭番茄 因為罐頭番茄 它主要原料就是 番茄跟鹽巴 所以你在放鹽的時候 就不要放到那麼多 我們在放鹽的時候 就不要放到那麼多 因為我們剛剛有用了 一罐的番茄罐頭進去 然後撒上胡椒粉 先調味 我們先調味 然後呢 最後呢 我今天特別是用什麼 大黃瓜 大黃瓜 它也是熟得快的 對 而且我們大黃瓜生吃都可以吃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吃黃瓜的脆 所以我黃瓜是後面放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要吃黃瓜的脆 然後呢 最後我們再把準備一些蛋酥 加進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喔 我們這道番茄 剛剛講很多它的好處 除了茄紅素可以防癌 那它裡面有很多的纖維 我們科師傅更厲害 又加了大黃瓜 還有洋蔥 這些都是纖維 非常多的食材 對我們腸胃科來說 這個是太棒了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 我們提到一個三十六歲 就大腸癌過世的病人 大腸癌 它事實上百分之九十 是從大腸席肉轉過去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一個十八歲的臺商的小孩 他們要回臺灣念大學 那念回來的時候 他說做個身體檢查 結果大腸性做下去 從頭到尾 大腸裡面幾十顆的席肉